大家好,今天我是代表名校,一个报社 我们来,今天很荣幸我们可以请到一位 曾经在大学的时候 一直欺负人的,可以称为大哥咯 来,我们来拍一遍 这是大哥,大哥 大哥 嗨,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我是你的学弟,在名校的时候 名校学弟,对对对 其实今天是,我们已经有跟你的朋友们说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采访 我问你,你知道吗? 那一个做什么? 哦,我们在录影这 就是来一个访问,这就是你所讲的 对对对 哦,他们没有跟你说吗? 这一种是要说的咩 对对对 我想问一下,其实以前在名校的时候 你被人称为大哥嘛,对不对 你觉得被人称为大哥的这个称号 你觉得感觉如何呢?当时 爽啊! 爽啊! 很威风,你不觉得咩? 你去到哪里,全部人家来大哥大哥 哇! 吃东西不用给钱 人家抢着给 没有,人家不给钱 我逼他给啊! 你确实确实 这样讲,请问一下 你觉得他们称你为大哥嘛,对不对? 对对对 你觉得你这个大哥的称号 是不是因为你欺负别人而得来啊? 诶,兄弟 注意你的词咧,什么欺负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是照顾他们咧 对对对,照顾照顾 你这样一种爱的表现,对不对? 对,这个 我明白我明白 这样,虽然如此 可是很多人会觉得你这个爱的表现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的 随不接受 你告诉我随不接受,来来来 就毕竟曾经我们也是有访问过几个小民的 被你曾经用爱的表现去表达的那种学生 他们会觉得说 这种爱的表现对他们两人客过于 可以列为所谓的欺负咯 就是要说 没有啦,哪里有欺负? 我很尊重他们的,所以他们还尊重我 我也很照顾他们的嘛 你今天跟你弟弟 你今天也是打死他妈的爱,对不对? 对对对对 我也是有查过你一些在学校的时候的一些记录啦 所以,我们都会对吧 我们都会以老师的一票准 会有好学生跟坏学生 他们听到你的名字的时候 他们都觉得你是一个坏学生 是这样的一个相反,你觉得如何? 老师不懂我吧 老师不懂你 当然 好好好 这样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你问题这样多的啊,永乐 最后最后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他们大家的外面都会觉得你很霸道 其实就是你的爱的表现 被他们称为一个霸道 或者是他们说你其实没有安全感 哪里可能我安全感这样多 小弟弟叫几十个安全感怎样讲 有钱就安全感,没有钱什么都不用讲 好 明白吗? 好 小弟弟我觉得你不出来你可以跟我问叻 不不不不不 像我觉得我们的问题有问到这样子哦 你是已经打扰你不少的时间 没有再问了啊? 没有了,你刚才都已经觉得我问的时间多了 所以很谢谢你 我们以后有忘了的话我们可以带来做一个面试 所以没问题 我刚才忘了做一个问题哦 来大哥大哥 你又来啊? 对对对 其实我是想说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们还是需要再见 今天我们又来到了很荣幸的找到了明哥的老同学 有没有? 是闻到保险吗? 你看这个,你看很漂亮 你好 嗨你好 嗨嗨 嗨 其实我是来自名校的 然后我也知道你们是毕业是名校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其实这样子的我们今天有一个采访啦 有关于说 陈吉在名校时有一个大哥叫林大哥 你们听过他名字吧? 有啊 因为其实但是我想 你们有时间吗? 我们可以做一个采访的 有吗? 有哦 那其实这样子的他应该 你们听过他名字 为什么你听过他呢? 其实他在学校有什么这样出名的? 他常在那边欺负人 对 他常在那边混啊 哦 没完之 其实是这样子的 我们刚刚还跟他做访问而已 然后他觉得 他认为他那个欺负的表现 是一种爱的表现啦 你们觉得这种爱的表现是什么? 因为他觉得说 呃 打就是 爱嘛 对不对? 所以他觉得说 他就是一种非常对学弟们 或者是同辈们 这种爱的表现 你们觉得这样有什么看法 小弟弟 你还在这里? 喂 喂 你 几年不见 讲话 厉害羞 我老 你也可以叉我精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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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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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来 不要一点哦 讲话注意一点哦 不要担心 你还不要担心 不然有心 你还不要担心 诶 我们好像发现了他 的好朋友 小弟弟 我好像发现了他的好朋友 诶 你原来 诶,我不是你去认 诶,我不是你去认 这样子的,我是来自明肖 也可以说是他的学弟 然后刚刚我跟他做过采访 所以我们是聊,我想了解一下 暴力形象的这件问题 因为他常常我们听到 林大哥在学校 常常欺负别人,对不对 所以你是他的儿子王伴 很久的朋友了吗 应该算是吧 所以,其实我们有一个问题 你想问那一种时间吗 能够做交流吗 有点赶,很快的 其实这样子的,他从小 就已经是 因为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嘛 小时候,每个人的出世 都是带着山景来到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好奇的说 他以前就是这一副得性 就是很爱欺负别人 还是说不是 他其实不是 他不是 小时候 我记得应该是 小学的时候他是模范生吧 哦,他曾经是模范生 是小学的时候吗 那什么原因导致到他 现在比较喜欢 用他所称的爱的教育去 去指导他的学历 或者他的土匪呢 其实上了 中学过,他就 开始变了性格 就有点转变了 因为家庭关系嘛 因为他的父亲 就生意失败 就导致天天家暴 他们 你身为他的兄弟 你身为他的儿子玩伴 这么长久的朋友来说 你没有尝试过什么方法去求求他 尝试不了 尝试不了 有尝试过 但是还是失败 他不会觉得说 他会这样子的启动 是因为他会嫉妒 比他成绩优良的学生 所以他必须做出一些表现 来去欺负他们 显得自己比较强大 你觉得这样子是对吗 对 因为可能是家庭关系吧 因为他母亲就很希望他念好书 就一直逼他读书 可是他觉得他读不了书 因为家庭的关系 然后觉得读不好 我就开始度计心 就这样 actually told 哪一 等等 是 这里 找我 何 你 大家